推动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已经是我们国家的战略 今天作为上海自贸区建设先行区的凤贤区 就来到了杭州网络人才吸引合作 现场来了不少的浙商企业 今天上海凤贤区在杭州进行了一场推荐会 作为中国化妆品产业之都 上海凤贤区很希望浙商企业参与其中 磐石集团 军药集团 浙大网新集团等 也都表达了自己的意愿 那么我们可以把我们现今的数字化的这些企业 我们这些数字化的理念去赋能他们 赋能他们当地的生产制造业 他们当地的各种产业 因为现在的话奉献也是希望能够打造这种未来新城 数字新城 所以正好是给了我们浙江的企业的话一个用武之地